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ilibili還有Discord 好在今天天天節 悠辰再臨在微信官方公告了 九音的這個天賦技能 然後跟這個超特殊天賦策略的鐵位 所以他是鐵位嘛 所以猛士在直播的時候是講猛士對不對 所以是講錯囉 這是鐵位嘛 欸對鐵位 OK獅子鐵位 那屬性是雷 那這個九音是轉世後的九音對不對 好像是轉世後的九音齁 不過我覺得這個九音蠻漂亮的 好天賦三世祈願 在行動結束之前呢 呃可以 行動結束之前呢 可發起一次祈願 哇好複雜喔 一四願借技 二四願守護 三四願供念 OK然後 祈願效果會在首個敵方 角式行動後 行動結束後移除 每場戰鬥開始獲得 喔三四祈願機會 那每回合限 發動一次齁 那祈願和使用技能後 自身可以獲得一個白手元魂 長願時獲得兩個白手元魂 然後集齊六個白手元魂之後 可以集火白手零魂 一定要這麼複雜嗎 反正這次OK 這次你有白手零魂的時候呢 傷害免傷提高 15-38 喔好高喔 主動攻擊發動追擊的時候呢 基於首級的0.2-0.4倍 OK那一四願的是 是對使用非傷害絕學的敵人施加 風咒跟筆...喔 風咒喔 有風脈嗎 沒有風脈可惜 二四願守護 對遭受對戰攻擊的友方角色 對戰前施加 神護2跟顧遠2齁 持續一回合 好那三四願呢 是為遭受非對戰絕學傷害的友方回復25%的氣血齁齁 並累積1.7力 然後我看一下策劃說什麼 就是開局的時候會有三次祈願的機會嘛 然後... 再來就是要提高祈願的機率 成功率 有成功率喔 有成功率喔 他這邊寫有成功率耶 提高祈願的成功率 那一四願可以自在行動助友 針對有... 對方在行動的宙斯 OK 然後將近輸出嘛 OK 那通過十方技能跟祈願償還可以... 累積這個白鎖冤魂齁 達成激活之後 會有這個白鎖靈魄 那可以獲得高爾的鎮傷跟免傷齁 那這個免傷得到之後就是... 永久了嗎 如果是永久的話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耶 可是要計到6個對不對 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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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6個 欸可是如果他6星30% 欸蠻高的 傷害喔 而且是傷害跟免傷耶 而且主動發動 主動攻擊可以發動追擊齁 是首級的0.2到0.4倍 聽起來可以啦 OK 然後再來這個是 是什麼 福箱幻靈 對方法內造成0.5倍的傷害 然後獲得蓄電齁 那... 如果密宗的目標 大於等於2 可以獲得... 喔... 可以獲得一個白鎖冤魂 喔... 不只天賦獲得啦 招式也可以獲得 好 這個是... 呃... 展成... 富夢 主動使用對單格有方式叫神倫 OK 就一個而已 那如果以激活白鎖靈魄 則自身可以再獲得再行動 三個 看一下喔 施加了之後 喔... 可以再行動 喔... 欸... 蠻不錯的 還不錯 可是這樣太多角色要抽了吧 好 喔... 在行動欸 嗯... 降影之右 這是白... 這是... 這是白手的那個圖案 好 自身氣血大概80% 這是被動技能齁 回合開始的時候可以獲得護右狀態 那主動使用的時候呢 範圍內的所有友方或雷凱 雷凱是指 遭受暴擊傷害降低20% OK 那... 如果被暴擊之後消耗 那... 護右呢是雙防加20% 嗯... 然後代替兩個... 內的友方承受一次攻擊傷害 一次而已 但總比沒有好啦 而且他雙防加20%喔 雙防 那只有一次機會 然後這個CD幾回合 沒有講 護右的話 看一下喔 應該每一回合都有一次啊 應該是每一回合都有一次 這個應該大招吧 氣魂乘惡 然後... 召喚 召喚白手 消耗自身單血氣血20%喔 東極當個敵人超過1.8倍的傷害 自身氣血只沒損失10% 暴擊率暴擊傷害提高5% 那最後就是... 你最後損失30%就滿了啦 那成功其他目標的時候喔 該學學冷卻時間幾少2 然後可以獲得一次祈願的次數喔 也就是說祈願次數只有三次對不對 只有3次 看...看天賦是這個樣子 然後放大招可以再獲得一次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而且他有陣法齁 而且他還有陣法齁 OK好 就這樣 召...召...召...花...細...夢...症..光...暗... 然後...15% 然後三格範圍內同時存在光跟暗的屬性角色 傷害跟暴擊提高8% 喔喔喔 喔喔 蠻特別的 但我覺得這個也蠻實用 因為他是傷害跟暴擊率 可是他有光跟暗 很剛好是搭配高皇軍跟霍庸 那劍聖跟李逍遙、諸葛艾 也是可以 劍聖、李逍遙、諸葛艾 暗的話目前就是現有的就是劍邪 劍邪也蠻適合的 劍邪 還有誰?丹陰 朗木莎 然後那個玄宇 我覺得玄宇蠻適合的 而且他都三格內 我覺得蠻適合的 如果以這個陣法來說 搭玄宇也蠻合適的 那九印是一個絕品聯繫輸出型的鐵位 就是他不只可以幫隊友擋傷害 然後也可以幫忙輸出 然後又有祈願的效果 然後又可以放神瑞 那你有白鎖緣破的話 你放完神瑞那個技能之後 又可以帶行動 是還不錯喔 那技能組合部分就參考就好了 還是要等到實際上是實測看看 那推薦魂是 羅鬼跟頭狼 喔他不是推宙石兵喔 喔對因為他攻擊 對不起 頭狼跟羅鬼 如果是我應該要帶羅鬼 不過因為他腿太短了 看狀況了好了 那今天就是這個 這個九印 九印的這個技能的介紹 那希望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tB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掰掰